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娱乐新资讯,居静一被质疑秃顶 赵露丝和剧组发脾气,耍大牌 居静一 提到居静一,大家就会想到四千年第一美女 能被大家认可这个称号 可见居静一真的很美 可最近竟被爆出这个四千年第一美女的头发很少 被大家质疑秃顶 近日,四千年美女居静一与曾瞬息主演的古装剧《家男传》正在热播 居静一新剧的镜头让她被潮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居静一后面的头发偏少,秃了一块 随后就有人爆出,居静一自己的头发真的不多 完全是靠假发片和发际线粉撑起来的 还有的爆料说秃的那块被移到前面了 这次剧里的造型被潮,也是她团队审核的问题 其实看个人的耳朵后面那个位置的确是缺一块头发的 但一般都会有些细小的碎发 居静一这个造型被流出,确实和团队审核也有一定的关系 赵露丝 赵露丝,1998年1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中国内地女演员 2017年,参演古装严情剧《凤求黄》从而进入演艺圈 凭借着略有些婴儿肥的可爱小脸被观众熟知,从此以后便慢慢火了起来 赵露丝怎么了,为什么会和剧组发脾气,是在耍大牌吗? 原来是赵露丝最近的路透照被人曝光了出来 从照片上面看,原本婴儿肥的脸似乎有一些种,额头也像是钢田冲过的 他已经在剧组发了脾气,让剧组严加管控路透照 赵露丝最近的状态是略显低迷,可能也是因为拍戏太多,过于劳累导致的 在工作的同时也要多注意休息才行啊